先來聽聽看年輕人對於兩岸現狀他們的看法 你自己還是要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我覺得我是中國人 然後也是台灣人 那我覺得 但我不是共產黨的人 我覺得我們都是華人協同 我覺得我是中華民國的人 可是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人 對 然後中國有分 就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我覺得要分開來 看你怎麼定義這個中國人 如果是以文化上的中國人來說 當然是 我覺得中國這個詞有點不太精準 因為他們其實是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 如果真的要講我是中國人的話 我覺得可能 一半一半耶 因為我其實我爺爺是從 中國那邊 搬移過來的 可是我自己的意識 就是包括我出生地都是在台灣 所以我覺得算是 一半一半 難關系目前好嗎? 問題出在哪裡? 我覺得應該也是不太好 我覺得就是可能 執政黨的關係 然後可能我們就跟 我們中國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友好 就是在對比可能國民黨時候的 我們國家這樣子 因為對 就是還是很常就是會聽到說 哎 共機又老台啊 什麼的 我覺得最近變得比較緊張一點吧 就是可能是因為 現在 就是大家 比較敢講出自己的想法 像是想要獨立之類的 所以 就會讓兩岸關係變得比較緊張一點 我印象深刻 比較就是 馬英九那個時候其實還蠻和平的吧 對 現在有點 有點吵架的關係 民進黨 目前執政的方面 可能跟中共那邊會稍微 比較對立面比較嚴重 因為就是出在就是沒有一個共識 就沒有一個共識 然後就是 現在有點劍拔弩這樣的狀態 你覺得兩岸之間會發生戰爭嗎? 我覺得有機會 可能會打戰 因為他們很想要把 台灣收回來 他們也不要打過來 我們也不要刺激他們 這樣就是最好的 要是 民進黨來執政的話 有可能會 也有可能會刺激到對岸 如果某政黨繼續執政下去 會吧 你的某政黨指的是民進黨嗎? 就是 如果政府持續用這種態度去面對大陸的話 不管台灣的總統是誰 我覺得會不會打架應該都是看美國的意見吧 美國的意見應該比台灣誰執政更重要吧 兩岸發生戰爭嗎? 我覺得以現階段來講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中國沒有理由 現在沒有理由去攻打台灣 對啊 蠻多人都希望是可以同意這樣 當然沒有說一定要武統或是合同 我覺得兩岸的問題是無解 就是無解啊 你談戀愛 我在迪卡州人看過 台灣人嫁給中國人就是 他們就是 台灣人就變中國了 就是這樣 我覺得根本就是 現在就是閉口不談就是最好的方式 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把共產黨搞掉啊 然後就結束了 我們就和平啊 覺得兩岸之間 如果要和平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通過交流 然後我舉例可能是經濟上的貿易 或是 或是什麼 辦什麼雙語 類似雙城活動啊之類的 對對對 那不用說 不用說什麼 因為它是中國大陸的 然後就是全部把它封鎖掉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不OK的 我再回到這個亞中老師的身上 亞中老師常跟年輕人在一起 我還是想請你從年輕的觀點來提出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剛剛的這個街坊啊 跟我們所預期的應該是符合的 當然也許有些從中效應 這就是台灣普遍孩子們的一些看法 我當然不是中國人啊 但當然他們如果上了亞中老師的這堂課 我想這個觀念就會改變了 那我們講到這個永久和平 有很多很多的論述 論述很重要 方法也很重要 您覺得呢 當然方法最簡單的就是投票 對不對 你不要投賴慶德 他就是買保單的一個直接方式 還有一個就是交流 我相信您的這個交流經驗非常豐富 透過這個交流讓兩岸的人民常來常往 增進認識也是 您怎麼看待交流這個環節 我們該怎麼做 我覺得交流這個東西它是必要的 但是它是沒有辦法解決政治難題的 我們大家都在談 對不起 和平跟戰爭的選擇 我們兩岸到底現在有沒有和平 兩岸如果將來發生戰爭 這個主導權會在誰的手上 我想這些問題我們都必須要去討論 以我對兩岸關係的瞭解 可能跟現在很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兩岸其實從一九四九年以後 國共內戰變成了兩岸之間的內戰 雖然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在一九九一年廢除了動員勘案 臨時條款 換句話說我們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在大陸統治治權的事實 但是北京並沒有承認中華民國政府 在臺灣統治的事實 它只是某種程度的默認 所以站在北京的立場來講 兩岸的內戰其實還沒有結束 即使在馬英九的時期 兩岸有九二共識 但是九二共識只是解決了事務性的問題 並沒有處理政治的難題 也就對於一中的內涵 大家並沒有得到一個共同能夠接受的一個共識 而變成了各說各話 那目前兩岸如果還是一個敵對狀態的話 請問一下兩岸的交流 可以去解決政治的敵對嗎 他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並不能夠做到的 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講 當然希望兩岸的敵對 能夠持續延續下去 所以說兩岸的交流 如果在於大陸的 在民進黨的解釋來講 你可能就會出賣臺灣 退役的將領到大陸去 可能拿到退休軍還到大陸去 所以只要兩岸是一個敵對的情況下 兩岸的交流 它能夠發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因為兩岸是敵對的 那大陸的飛機一定會繞臺 他一定會在國際間打壓 我們的國際活動空間 那整個國民黨在馬英九時期 就處在這種困境 比如說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六年 這段階段 我們兩岸的民間交流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可是在政治上 其實一個太陽花運動 整個就瓦解掉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站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 我們要告訴老百姓 兩岸交流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因為兩岸交流是兩岸關係的 一個壓倉石 沒有交流 那基本上是完全別談了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執政黨 或者作為一個在野黨 我們必須要去解決兩岸敵對的問題 所以國民黨對於和平的論述 不能只是主張 你必須要有論述 國民黨對於和平 不要只有說法還有方法 因為為什麼不講民進黨呢 民進黨就不希望和平 民進黨就希望敵對能夠持續下去 那你說民進黨要不要和平呢 民進黨可以口頭上騙老百姓說 我當然要和平啊 就像賴清德以前抗中保台 現在賴清德講的和平保台了 那民進黨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講民進黨的方法 民進黨的方法說我要親美啊 我要備戰才能夠避戰 他要備戰啊 他即使 他說我反共不反中啊 我不接受九二共識啊 這是民進黨整個一個方法 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親美 就是備戰 那我們國民黨要告訴老百姓說 交流當然非常重要 可是國民黨的和平的方法在哪邊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我們如果說把這場選戰 國民黨應該把它定調成說 我中國國民黨 有辦法來結束兩岸的敵對 來創造和平 民進黨的和平的方法是騙人的 民進黨的和平的方法 他根本就會把台灣走進屎胡同 而且完全被美國所掌控 這是一個大的辯證的問題 所以回到你剛剛談的交流當然重要 民進黨他也很聰明啊 覺得他要開放一些 適度一些觀光 因為台灣如果跟大陸不交流 台灣的經濟就會垮掉 所以民進黨也不願意 把ECFA給取消掉啊 所以新階段的最大的問題 如果只談交流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 兩岸的政治藍體的 只談兩岸的交流 或許滿足了兩岸高政治跟低政治 兩岸的低政治的問題 就是民間交流人員往來 兩岸高政治的問題 就是誰能夠把兩岸的關係的敵對 給他解除掉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們中國國民黨在面對選 在四十多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然一方面要強調 兩岸交流對民間的重要性 為什麼 這是對所有老百姓都好的 但是你真的要了解說 很多經濟的東西 它沒辦法擴義到政治的 兩岸關係的本質 就是政治問題 兩岸的交流 有的時候你反而會 處理的不當的話 也會讓兩岸的關係 會受到一些傷害 2014年太陽化運動 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所以這些問題 我很難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回答您剛剛這麼簡單一個問題 我可以講說交流很重要 但是交流是不夠的 只有交流是不夠的 就像現實主義講說 民進黨現在提到第一個層次 安全 民進黨用安全去解決兩個問題 他要尋求軍力平衡 所以當他軍力不平衡的時候 他說我要靠美國更大的幫忙 所以他尋求的是兩岸軍力的平衡 但是軍力的平衡呢 沒想到大陸的GDP 絕對超過台灣的GDP 所以這個東西是非常弱的 那國民黨呢 本黨的想法就是兩岸的交流 但是交流能夠促進和平 但是交流沒辦法解決政治難題 所以真正要解決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應該下進 真正沉澱下來 國民黨正在在教科書的問題上 讓台灣的年輕人認同說 台灣人真的也是中國人 這個是有機會的 因為台灣人中國人是個事實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只是你的感覺 事實絕對可以超過感覺的 那另外來講 國民黨必須有一條和平的大論述 包括我們怎麼去詮釋一中 一中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國政府 定義是什麼不一樣 中華民國政府跟中華人民國政府 又是差別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這些問題 真的是需要教育 當然也許選舉已經來不及了 這是我們本黨這幾年來 一直沒有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簡單來講 我希望國民黨在背後未來的四年 他真的不是只有說法 而沒有方法 不是只有主張 而沒有論述 因為我們要深刻的了解 民進黨的論述 是非常清楚的 他的論述就是要親美 他的論述就是要備戰 那國民黨如果在論述上 也是親美 也是備戰 而以美都不敢提的話 那這一場的高政治的博弈 其實國民黨佔不到任何好處 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 我當然希望中國國民黨 贏得這次選舉 我們絕對要下架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帶給台灣的 其實不是一個 馬上會不會是戰爭的問題 而國民民進黨選上以後 他會讓兩岸敵對的關係 持續的加深 台灣最可怕的 不是一個面對戰爭馬上來臨 戰爭馬上來臨大家都好準備 是面對一個敵意 不斷加深的兩岸關係 請問一下兩岸敵對這麼深 兩岸戰爭有可能發生 國際投資會不會投資到台灣來嗎 就不會嘛 所以我覺得辯證的方法 不是和平跟戰爭的辯論 是一個敵對關係 要不要它持續 還是讓兩岸的敵對關係 能夠減弱走向和平 我覺得這樣子的辯證 國民黨的方法 可能會比較更好一點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河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